所以宏醫師 妳的感受是什麼 所以我的感受是 注意我們這個社會有一大群人 他是從小到大是乖乖排的 不見得是說要做到醫護人員 專業人士 可是他從小就是被接受 這種奉公手法的概念 就是說你一定要好好的規律自己 不可以去觸碰到別人的 這種界線什麼的 可是你看到會有這種外遇 什麼就是表示一大群人 也是可以這樣 你說外遇好了 我其實我曾經在那個醫院裡面 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其實只是跟這個很熟 就是從就已經認識好幾年 只是不同科的學長 在那個餐廳地下街要吃飯遇到的時候 學長說學妹一起坐 我就說好 沒問題 就去坐在那個員工區 還是員工區 不是跟外面病人一起去 那個就是全部都是醫護人員 只是這樣而且學長還未婚 我也是未婚 沒有男朋友我印象中好像 男未婚女未嫁 對 可是後來就是說 你看我們直接在那邊吃飯 後面留言是變成什麼 留言竟然是說我跟學長在那邊接吻 你說有可能 怎麼可能 覺得我可能墮落到在員工餐廳 跟學長你今天我這種浪漫派 看球場小數人有可能會這樣嗎 可是那種留言 對女生不利的留言 要看遠科的人太多了 非常有可能 就是很多 然後女生的話 其實我後來回想 我們那個時候也很在意 後來想說怎麼會這樣 我很多年不敢在醫院的員工地下街吃飯 因為人家遇到你 學長說一起吃飯 你能說不嗎 當然是要一起吃飯 可是在一起吃飯 你後面會被講成怎麼樣 其實對女生還蠻嚴苛的 對 我覺得這個社會 一隻毛會變成一隻鵝 對不對 對 對 然後或者是說我們在值班 就值班真的很辛苦 其實值班命有兩種 一種就是好命一直在睡覺 一種就生命很差的 就是一直躺下去 然後又被摳爬起來 然後又昏迷 然後又起來 一直起來 那可是如果說你晚上 很晚才回到值班室的時候 就會有女醫師的話 人家就會問說 他真的是在值班嗎 他是不是會去跟男朋友約會 可是這些質疑 通常不會發生在男醫師身上 他只要是男性 意思就是說 這個社會上 對男生跟女生 在外遇出軌這個事情 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對 然後因為我們更早 你說為什麼我覺得做好人 很壓抑 因為我們更早就受到 很年輕就受到這種壓抑的感覺 我只是這樣 他竟然就這樣說 我就扣了一個大帽子 然後我們也無法去反擊 因為重口碩精 你根本沒辦法跟他們爭辯了 而且那個時候又沒有 又智慧型手機 根本沒有就隨人說的 那所以你後來會覺得 你又不曉得說 那個留言從哪裡來 對 是 對 我以前搜證功力 沒有那麼強 現在一定OK 對 然後所以我的感覺 就是我們女生 就是很小的時候 就會知道說 自己犯不得一丁點錯 可是我們看醫院的男醫師 是怎樣 就是他主要是男 對 對 對 然後就覺得說我們就一直很壓抑 所以我今天當然有比較難 然後前陣子又被攻擊 我明明沒怎樣 就一直說我怎樣 然後我還在弄小孩子醫院的事情 然後又一直記者打電話 來問我怎麼樣 我真的很壓抑就想要罵人 可是我一罵人之後 這個社會是不是又說 黃醫師脾氣很不好 所以我的意思說我們女生一直都很壓抑 可是反過來說 所以你找不到出口 如果你偷偷地找一個人 其實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你可能以男生來說 更多是沒有長大的小孩 只是需要心靈的慰藉 那如果我們女生 從小到大都是受這種壓力 突然有一個 好像可以偷偷地穿口 然後這個男生或女生 就給你一個心靈上的支持 就說黃佑佳你很棒 你做得很好 你說這樣有可能不偷情嗎 其實我一直在想說 以前我小孩子 剛剛生出來狀況很差的時候 我怎麼沒有去偷情 那就是因為就是真的是太差 那所以可以去偷情的人 他會解釋 他會給自己心裡一個 讓他不要那麼有罪惡感 說我其實很差 可是其實真正很差的人 不會去偷情 可是他們用我很差 我壓力很大 來得到社會的原諒 而社會真的比較寬容 所以他就會一直反覆 不斷地去偷情 你講得好複雜 那小孩怎麼了 就是吃東西卡住 對 那不去 不去急診處理不行 那黃醫師曾經講過說 如果在外面碰到醫生帶著女孩子 通常不要去打招呼 對 因為你到底是要說 主任夫人您好 那萬一他不是主任夫人呢 這個可能性相當高 通常醫生會說這是我祕書 沒有啦 通常他們就是會笑呵呵 嘿嘿嘿這樣子 可是醫生老實講壓力很大 時間也很忙 真的有時間那個嗎 外遇嗎 我覺得是因為 醫生你看他外遇的對象 就是相對是同屬於封閉環境的人 醫院雖然我們這樣講不禮貌 可是其實醫院蠻常容易跟醫院裡面的同事 外遇 那理由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醫護人員當久了之後呢 這個對生活社會的標準會降低 因為我們的健保給付 其實幾十年都沒漲 我前兩 前一兩年才知道說 原來終於一點 我一直以為一塊錢 代表一塊錢 結果沒想到一點一點個 就健保點數 一點竟然是零點九塊錢 勉強今年 去年才變成超過一塊錢 這代表什麼 代表你長期在一個 跟社會脫節的環境 我們的物價通膨都到哪裡去 我們的健保點數根本沒漲 那你醫護人員或者是醫院的人 長期處在這樣的環境 你其實封閉了 你的要求標準很低 不然我們現在發問卷 給男醫師說 請問你覺得一個月 如果要找小三包養要付多少錢 我猜絕大多數會投兩到三萬 包養兩到三萬 我猜 但是因為要發早餐才會 你看看他的臉表情 這個就是跟社會脫節 沒有 你要包五個 對 收入不錯 所以醫護人員的那個生活的那個 那個應該怎麼講 他的品質要求鏈跟社會是完全脫節的 而且我們如果要請男醫師來做這個問卷 基本上還要發早餐給他 他才有可能給你做問卷 你問不到他 那所以什麼 所以為什麼這麼容易外遇 是因為那個他的小三對象 很可能覺得 如果一個月多給我兩到三萬 我就是當作是一個兼職 我就多收一點錢 那我一個人可以跟好幾個人都外遇的時候 我這個月差不多也可以就打平了 也許他們是這樣想 那男醫師跟裡面的同事外遇的時候 看 可以發現嗎 絕對 百分之百會被發現 為什麼 因為那個太明顯 因為醫院的人裡面 除了顧病人之外 就是在顧別人的八卦 因為那個生活真的很無聊 真的 我就是 我不是說我前兩天才在醫院急診嗎 他們在換紗布的時候都在幹嘛 他們嘴巴都沒有停 他們在做醫療的時候 他們手沒有停 嘴巴也沒停對不對 也是真的是很認真 可是問題是在那種很高壓的環境裡面 你自己要會去找放鬆 所以找放鬆 比如說我們就坐在急診的那個簾子裡面 那我那一區不是說重傷區嘛 就是比較要觀察的區域 那你就會聽到裡面的 這個護理師跟醫師就開始聊天 聊天的內容 其實我不聽 我以前也聽很多了嘛 聊天的內容一定都是在講自己的事情 自己的心情 然後中午午餐要吃什麼 你想要吃什麼 都是這些關心的話語 對 然後其實我剛剛說為什麼標準很低 如果我們現在在外面社會走跳跳 如果我剛剛在下面說 宏偉你要不要吃便當 你一定覺得說 這個 這怎麼會是關心 這是一個一般般的問候 可是如果說你在醫院工作很忙 你真的也一點的都還沒吃便當 突然有一個長得很漂亮 很可愛的女生來問你說 這個張醫師 你現在怎麼都沒有吃飯 你要不要來一個便當 其實那個感覺會很不一樣 你又很晚 肚子又很餓了 你在外界會很看不到 那個標準的事情 在醫院裡面會整個被提高 可能非常只是一句很短的問候 你會覺得他怎麼這麼關心我 比如說那個醫生只是走過去 他問別人 他說那個床指著就我這一床 怎麼還沒上病房 可是我們在醫院等待幾個小時的 病人知道主治醫師有這樣關心 我還沒有上去病房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很被療癒了 所以醫院裡面的那個標準 會非常低 低到不是用金錢衡量的 哇 好特別喔 我覺得醫師還會 像黃醫師剛剛講的啦 我遇過的狀況有不同的類型 一種是在大醫院當醫師 對 一種是在自己開診所 不太一樣 有何不同 如果說他在大醫院 其實醫師在醫療院所 地位是比較高的 然後非常多 譬如說像護理師 相關的我們一些其他的一些 在醫療院所工作的人 其實還滿會以醫師為主的 然後他們講的話 我們都要 奉為聖職 對 奉為聖職或歸孽 然後他們一通令下 我們就要全部配合他們 所以很多時候 醫師在我們的心目中 是一個還滿權威的 然後滿高的一個地位的人 那如果說今天有一個 這麼高的地位的人 他開始對你有興趣 有些人還會滿受寵若驚的 就他居然會看上我 我居然會被選上 其實有些人會有這種 受寵若驚的感覺那樣子 那醫師其實是還滿多人 巴結的對象 除了在醫療院所當中 一些工作的夥伴以外 其實還滿多藥廠的 還有很多跟他相關的一些 藥廠的女業務 對 女業務 然後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第一名就是業務 那他們常常會因為 如果這樣子 我的工作可以順利 何樂而不為 又有感情的寄託 然後又有在業務上 又可以得到好的結果 然後會得到特別的照顧 那我覺得這種 也很容易發展出來 了解 那另外還有就是 等一下繼續聊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usal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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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is so